哇!好球! 最後還做出手法上的一個變化 可以盾到對手 對!沒錯! 而且出手的力道上面掌控真的是非常到位 所以瞬間的變拍去影響到了 地邊韓貴的一個啟動 哇! 最後超天再把球往後場來控制 稍微可協一點點 球稍微長了一些出界 所以第一局的比賽 被杜邊韓貴這邊22比20先拔得頭籌了 精神的兩個球處理得蠻漂亮的 往前這一球放過來 不過杜邊韓貴的腳步也跟得很快 沒錯! 雖然第一時間被調動到了 但是隨即的轉身 再做二次的啟動 還是能夠有效的來到往前的銜接 再來看一下這一顆球 被勾過來其實角度真的很刁鑽 小天喔!跟的是非常出色 在手臂內側這附近的位置的擦傷 這位置的擦傷會影響到接下來擊球的感覺嗎? 應該是還可以 只是說不知道會不會太痛 就是它噴上這個噴劑 感覺就有點痛的意味 因為畢竟有可能是屬於消毒的一個噴劑喔 不過小天的表情面不改色 這個球 最後杜邊韓貴來了一擊輸工球 是釣動到了小天 那順勢在第二局的比賽前半段結束之後 是由杜邊韓貴這邊11比8千 拉開了三分的領先優勢 消息一下之後馬上再回到比賽現場 哇!都在往前做組織喔 哇!杜邊韓貴也很拚耶 沒錯! 所以真的就是球海未落地的情況之下 小天真的就是必須要盯緊哪個時刻喔 因為今天真的就是杜邊韓貴這裡的部分來講 的確真的就是非常的拼勁 對!所以只要是球海未落地的時候 中天城都要把每一顆球的銜接都準備好 好球 好球 就是這樣非常有耐心的 而且在往前組織球路之後 隨即的進攻直線的位置喔 這分周天城拿的沒話說啊 從防守開始做起 擋下了連續擊板 這邊還有這邊的突擊 順勢再往前為自己帶出進攻的機會 也把握住 對 對 那往前這一次杜邊的球回短了 周天城當然沒有放過這樣的機會 對 直接就一板做進攻 漂亮的一分 好漂亮 他往前放的沒話說 對 還是插網過 很盡力的一個手法 幾乎放的就是讓杜邊毫無出手的空間 加油 加油 好球 最後插上網之後 直接把球往後場來孵 再突破了杜邊的一個防線 21比18 周天城在第二局 順利的把這樣比賽扳回疫情 小天在這樣比賽當中 當然也希望可以通過自己一些往前的控制 來取得比較好的攻擊機會喔 好球 漂亮 這邊直接把球再彈到後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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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球路上的連續處理都不錯 結果小天這一球太可惜了 想要在後場發球做壓制 沒想到球是發出了界外 所以杜邊航貴這邊是第二個 而冠軍點把這行比賽的勝利收進口袋裡 沒有辦法呢帶走冠軍 但是整個瑞士公開賽 在他最大最大的收穫 我相信就是四場的比賽當中 能夠成功的屠龍喔 沒錯 終止對戰龍王的七連敗 那也是把自己開季 可能比較起起伏的狀況 在瑞士公開賽當中做出一個滿好的調整 所以我們也期待小天在接下來 的一些巡迴賽場上 也可以持續把最好的狀態發揮出來